如果你是開電動車的人 像大叔今天開的這一台就是特斯拉的電動車 那充電到底不方便 除了超充站 超充站就是特斯拉他們的超充站 目前看隨便都有 像士林啊 新莊啊 現在都有充電站可以使用 那如果今天你不想要到超充站 因為超充站很貴嘛 一度電要10塊錢 像比如說我們明天早上要有用車 那我們可以到達像公有停車場的充電 它是比較便宜的 像大叔在住的是泰山 那我們泰山我上網去給他查一下 有三個地方有免費的充電站 兩塊多而已 那如果說你自己裝充電裝的人 也是兩塊多 所以基本上你自己裝充電裝的人 跟你去公有停車場充電是一樣的意思 但是我只能是泰山 因為泰山的停車會收才1個小時20塊錢 如果你今天我剛剛講的在公有停車場停車 它的充電是很便宜等同家裡 但是如果說你們家旁邊的公有停車場 像以台北市來講 像民生社區 我在那邊上班 那個民生社區的公有停車場 我就去充過了 它是1個小時40塊錢 等於是泰山充的兩倍啦 所以盡量可以的話我們回泰山去充電 不過我還沒有在泰山的公有停車場充電 我今天就要來試看看到底方不方便 聽說啦 我聽那個車友在講 在那邊要找到可以充電很難 聽說他們有一個私人的群組 他們會 我快充飽了 我就叫另外一個趕快來 有在排班充電的 因為那種充電比家裡充還要便宜 我們今天來看看 看能不能運氣好一點 今天就今天可以拍得到充電 那如果真的不行 那就只能去超充 或者是回自己的店裡去充電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下交流到了 那這邊有一個公有的停車場 基本上現在公有的停車場 都有設那個充電 都有設那個充電裝 記得好像這邊有一個 我們來進去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P 好 右手邊那邊有寫一個P 然後一個小時20塊錢 這邊是 哦 這裡是出口 應該在右手邊這裡 好 這裡有一個路口 對 我們來進去看一下 像我們民生社區 那裡會 會有 有一個告示牌 就是那個 電動的充電 目前有幾個 啊 這個都沒有 所以只能下去看而已 有沒有 風速角 公園地下停車場 哇 要秀 空 空 直接進來 找一下看在哪裡 都沒寫 先找左邊好了 這有電動車,看到了 唉唷,還有一個位置 我們來試看看喔 看可不可以充電 充電車格 一般車輛請勿佔用 我來充一下 而且你看 它這邊有寫一個 合法入場 它會偵測你的車號 為什麼它會偵測車號嗎 因為車號它有一個標示 假設來講,我們像這一台是一開頭的 或者是你中間第二個字 因為這台是豬人車 所以中間有一個E開頭 所以它就會偵測 OK,那我們來試看看 充電的待機狀 我們來試一下 看一下 它這個最高只能16A而已 好爛喔 一般這個是 我們去民生那邊可以32A 這邊竟然只能16A充電 等同它充電的時間 充電數無電源 你看 不行 表示它是不能充的 好奇怪喔 為什麼這邊都不能充 然後隔壁這台就可以充 你看 這台是可以充的 我們這邊 充電錯誤 再一次看看 經過幾次的 測試 拔插 它一樣 顯示充電錯誤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它就出現一個 充電設備 未準備好 所以這一個是不能用的 難怪 沒有人用 它也沒有寫故障 真的是有夠爛的 我覺得這個應該不是車子的問題 是充電狀的問題 第一個 有充電裝 但是 有一台不能充 那也沒有寫故障 這個 到底是什麼原因也不曉得 或許它真的是故障了 或者是它不修了 我們也不曉得 反正就是不能用 我們再去第二個試看看 我們泰山區有三個 如果你是泰山人 如果你買了電動車 那你的家裡或者是 你那個地下室啊 反正就是你自己 你的住宅啦 就是你住的地方 沒辦法設充電中 到底方不方便 因為說真的 這種特斯拉 如果你每次都要靠超充的話 雖然換算起來 比油錢貴啦 但是我個人是不建議啦 因為我是覺得超充是應該 用在你出門在外的時候 那其他時間就讓它慢慢充 慢慢充的時候真的 對電池也會比較好一點 這是個人就覺得啦 但是也有些人 全部都是用超充的 OK 我是比較喜歡用慢充的 但是如果說 充電站離你家很遠 那就不方便了 那剛好這 這三個充電站 都離我住的地方不遠 你就當作是一種散步 另外一個是在一個公有的停車場 每一個都是公有停車場 有兩個在地下室 那一個是立體停車場 好那我們現在來第二個了 進來第二個了 因為我的電容量剩 行駛體程133 然後大概剩20來帕而已 如果再不充的話 這個禮拜要出門 就得去超充站 那通常 開這台車已經一兩個月了 我都是剩大概20幾帕 我就把它充了 下地下室了 這一個的充電站 我就知道在哪裏 因為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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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泰山的公有停車場 我們常來這邊買菜 各位都會把車子開下來 那這邊也是一個小時20塊錢 他就在這邊了 看一下喔 有一個位置 看一下 都這麼Lucky捏 這裡有一個位置 我們來試看看喔 我覺得這個很沒有誠意 這邊 你看 車太大台了 出不去 我只能從那邊出去而已 要不然就是 從後面爬出去 我現在只能從後面爬出去 沒辦法 先把鞋子拿到後面去 因為這邊開不了 各位看一下有沒有 我要從後面爬出去了 哎呀 沒辦法 我只能到後面來 可憐啊 哇 然後把這個 帶著 這邊打開 然後鑽個狗洞出來 哎呀 我手機忘記拿了 你看 我千辛萬苦從我的車爬下來之後 我發現 你看 你看 竟然 沒有 充電的那個槍頭可以用 因為被 這一台 這台MG把它拉過去了 它停在 非充電車的停車格 然後這台特色它是停在 充電車的停車格 嗯 你知道為什麼嗎 啊 因為這個格子它沒辦法停 它有一個閘門 算了 好 去第三個吧 我又要爬回去了 真的 氣死我了 你看 這這麼小怎麼進去 這也沒辦法進去啊 只能這樣子再進去啊 就應該可以再往上算了 這樣就好 好 那再來 這個是 泰山的 第三個 公有停車場 應該就這三個而已啊 如果你是泰山人 還知道其他有這種 公有的充電樁可以 留言一下嗎 因為我只知道這三個 我是看那個 充電的那個APP顯示的 因為他們那種電車都有一個 APP的軟體 你可以知道這附近哪裡有充電樁 但是 它雖然有那個軟體 你不曉得這個充電樁到底有沒有人在使用 但是特斯拉他們官網的那個 超充 它可以顯示 那個地方還有幾個 所以你不會白跑 那這樣子的方式 你等同很浪費時間 你每一個都去試 那沒有的話你就 只能白跑 所以 我在這邊還是強烈的建議 除非你每次都要靠超充的 如果你想要 像這種省錢的方式 我建議各位 不要買充電車 不是啦 不要買電動車 真的 建議各位 強烈的建議 因為 我第二 第二個沒有了 如果再一個再沒有 你看我就浪費了這 一個小的時間 這邊 這邊有一個 看到沒有 醫學停車場 這個停車場我是沒有來過啦 這個不然沒有限高問題 應該是沒有吧 喔 這個有2.1 那OK 我來看一下充電的在哪裡 喔喔 它寫一個電動滿 不用去了 這已經沒有用了 好 30分鐘免費 順便來看一下 看電動車在哪裡 電動滿 這裡就不錯 至少它有標示 電動車的車位在哪裡 但是沒有看到螺程到底在哪裡啊 那電動在哪裡 滿 滿是在哪裡咧 上去看一下好了 往2樓 我已經 上來最上面了 還有一個屋頂 已經6樓了 我到現在 還沒有找到 電動車到底在哪裡 再上來看看 應該最後一層了 沒有 這邊也沒有 靠 那電動車到底在哪裡 真的找不到耶 這樣前前前後 大概花了 四十幾分鐘的時間 包含去找那個電動車 電動車的那個專用車位 然後殘煉 還是沒有充到 看來還是得去超充站 不然就是回店裡自己充 這個 建議各位 真的 沒有充電裝的人 別想說 你很方便 因為光這個 你看就浪費那麼多時間 不然你就是 超充膀 只能這樣 真的很不方便 好 這個就是跟 你看喔 我們油車 你想要加油 也不可能 沒有加油站可以加油 24小時誰到誰可以加 只會遇到 什麼那個 前一天要漲價 可能要排隊 不然加油很少在排隊的 那你看 一個泰山區 只有六個 六個位置可以充而已 那剛剛你看 有一個是空的 結果不能充是壞掉的 那其他的五個都是滿的 我只能說我們 政府對於這種充電的設施 還是沒有中國大陸來的方便 我們上次去上來的時候 看到那個停車場 基本上 只要是停車場裡面的停車格 它是每三個停車格 就有一個充電樁 所以他們的充電的那個 車子非常的多 好 放棄了